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今天新闻报 新闻开始带您关心最新疫情消息 本赌确诊今日新增88,247例 其中以新北市14,894例为最多 其次为台中市11,511例 高熟市11,499例 新闻移入46例 死亡个案122例 带您来看疫情指挥中心的稍早画面 确诊了88,247 今晚移入的有46位 那死亡的个案新增了122个 由于本土疫情居高不下 医疗量能持续吃紧 为了疏解护理人员的压力 指挥中心宣布 即日起推动专责病房 Scale Mixed照护模式 将由医院招募训练照护辅佐人员 协助病人喂食、翻身、清洁等工作 每人以照护6床为原则 每班8小时可获得5000元的津贴 实际换算下来 时薪有高达625元 6月1号是开放0-6岁儿童免费 领取家用快筛事迹的首日 指挥中心表示 截至1号中午12点前 共发出32,985份 并且儿童领用分数 比实名制售出的分数还要多 指挥官陈时中也提醒 目前0-6岁免费快筛领用的条件 是105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儿童 可领取一份5G 请家长注意 孩童出生日期 避免白跑一趟 一架AT-3教练机 5月31号在钢山基地附近 失事坠毁 造成学官徐大军少尉训职 空军参谋长黄志伟中将宣布 空军官校所有学员的飞行训练任务 全部暂停进行特检 至于永因高教机换装AT-3教练机的时程 原定在2026年年底达到全数太除 但因为疫情与全球供应链受到影响 空军已有换装时程延后的心理准备 本土疫情严峻 台铁局第一线乘务人员也有多人确诊 冲击了营运调度 台铁5月中已减班96班次 而6月1号再宣布7日起减班32班 接下来将是疫情状况滚动调整恢复班次 台铁表示因为疫情升温 已停使假日周五至周一部分对号列车为主 而同情列车则不再增加减班列次 维持原先宣布的减班96列次 但您看到日本韩国相继开放观光 台湾人可以有条件免隔离 而目前全台约有260万本护照已经或即将过期 为了方便民众申办护照 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宣布 6月1号起正式启用申办护照 网络填表及照片上传功能 将有效大幅缩减民众申办护照的时间 外交部南部办事处副处长刘长成表示 为了鼓励国人多使用这项新系统 自6月1号起到6月15号止 使用申办护照网络填表及照片上传系统 并零贵完成送件 极有机会获得限量的精美护照封套 以上是今天的静天新闻报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